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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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她只是因为她对自己有恩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平心而论 立志在女性中算不上眼万年的女性 但她的身材的确很有诱惑力 这一点 玉女无数的香港四代才子黄詹和倪宽就给出了很好的证明 那年在黄詹和倪宽搞的节目上 两位风流老叔叔采访了这位令与袁杰甘愿为之付出一切的绝代佳人立志 黄詹问立志 你能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腰有多细吗 当时立志穿着一身宽大的西装 满脸羞涩地说 我看那么多电影 比赛视频 你都不看的吗 偏要现在看 倪宽老哥也趁机插课打魂道 那什么情况下才给看呢 立志不假思索地说道 结婚咯 两位老叔叔听后 哈哈大笑地说 啊 结婚才能看到腰啊 你就准备做老处女吧 太古板了啊 我没结婚都看到全身了好吧 立志不再接话 也不想接话 因为这两位老哥的问题明明就是赤裸裸地调戏 把他当成了男人眼中的花瓶 事实上立志在当年也的确是很多男人都想得到的油物 就连一太太满屋的赌王何鸿燊也不例外 要知道 立志的身体条件的确很厉害 鹅蛋脸樱桃小嘴 眼里带着淡淡的疏离感 再加上他的魔鬼身材和一口软软糯糯的上海腔调 足以让在场的男人为之倾倒 黄瞻和泥筐如此 赌王何鸿燊和成龙大哥如此 功夫皇帝李廉杰亦如此 而立志在和李廉杰结婚之前 他的桃花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多彩了 前有成龙 后有赌王 中间还夹杂着每日应酬15男的轨迹 立志和成龙拍双龙会的时候 港媒称演过成龙电影的女星都曾被潜规则过 立志当然也不例外 而成龙自己也说 我真是好福气 那么多女星都爱上了我 这次大概该轮到立志了 可惜立志却婉拒了成龙 想必很多人都见过这张照片 在立志的所有的照片中 他与赌王何鸿燊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这两张照片 实在是厌气逼人 让人一眼难忘 赌王十分喜欢跳舞 他和二太太四太太都是通过跳舞相练的 何立志也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 明媚如风的立志在舞池里有刃有余的咬夜声姿 每几分钟就让赌王何鸿燊一见倾心 风流的何鸿燊立马展开了对立志火热的追求 两人经常在一起跳舞 在立志身边的赌王乐布斯鼠流连忘返 一度冷落了刚进门不久的四太太梁燊 被立志勾勒魂的何鸿燊 带有一副要娶立志进门做舞太太的架势 完全把娶四太太时的承诺抛在了脑后 失宠是小 娶进门分家产是大 二太太蓝琼英和四太太梁燊知道后强烈反对 甚至对外放了江湖追杀令要追杀立志 最后还是赌王何立志断了联系 在两位太太中兼周旋才保全了立志 不过作为在家 立志再也不能踏上澳门的土地 然而这些事情发生在 李连杰和立志的十年之约内 1989年立志和李连杰认识了 李连杰当时肯定是立马深陷其中 这从李连杰在多个场合表达出来 对立志的感情就能看出来 李连杰曾经说过 我第一次遇见一个女人 是我愿意付出一切 她可以说出我所有心中的忧郁 要奋斗的决心 但是怀才不悦的这种状况 真的很多心理状况就说了 比我母亲和我姐姐更了解我的一个人 我当时傻掉了 怎么会有一个人就像一个虫子在我肚子里 而立志对李连杰是否也一见钟情呢 不见得 不然就不会有所谓的十年之约了 李连杰说 当时立志和他聊天 两人虽然很合得来 可是立志害怕这段感情只是一时间的激情 怕不能长久 于是两人约定 如果十年之后 两人还能相爱 那么就结婚 客观上来说 当时李连杰当时还没有与前妻离婚 立志得不到保障 这个十年之约 对于算是小三的立志来说 是一个交换的条件 也是一个让立志考验李连杰 甚至是让立志获比三家的机会 不是吗 立志在这期间和其他人闹出的绯闻 尤其是和赌王之间的感情 可是好得很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不是吊着李连杰 然后再去找更好的吗 李连杰难道不是当了立志的备胎吗 为何要约定十年呢 坊间传言 其实那时立志和赌王有一段感情有关 2020年赌王生命入院 四位太太争家产时 三太陈婉珍争夺到的家产 分给了何超连和何友启 一点也没分给大女儿何超云 这时候就有媒体猜测何超云的身世 因为何超云既不像三太 也不像何鸿燊 反而是向立志 随后就有媒体扒出 何超云的出生年月 正是立志国外散心时 并且三太进门五年没有孩子 媒体也没拍到三太怀孕的任何消息 何超云就这样出生了 种种巧合才让媒体猜测何超云的身世 其实除了何超云 还有赌王的神秘儿子何友邦的身份 也被媒体猜测和立志有关呢 赌王去世时 何友邦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生母是四太梁安琪 网上关于他的介绍很少 出生年月也不像 但根据副告中的位置 何友邦的出生年月 就是1991到1993年之间 这段时间正是立志退出娱乐圈 去美国经商的时间 并且以四太梁琪的性格 怀了大儿子一点消息也没有 是不太正常的 比如何友军当时生子的消息 登上热搜一个月 就足以证明梁安琪对儿子的重视程度 但何友邦自始至终 都像凭空消失一样 不管是梁安琪还是何家子女 从来不会提这个儿子 最后一个让人遐想的消息 就是传言 何鸿燊去世前 让何超雄照顾何友邦 梁安琪健在 为何让大家姐照顾呢 这些都让外界遐想连篇 但事实究竟是怎样 只有当事人清楚 这些都是坊间传闻罢了 也没有得到过证实 十年之约听起来很浪漫 仿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爱情 其实是背后都是互相博弈的手段而已 李连杰也不会谈自己对不起前妻 要知道她1989年与立志认识 有了十年之约 当年她和前妻黄秋燕的女儿出生了 而在1991年 也就是立志和赌王传出绯闻的时候 李连杰与黄秋燕正式离婚 李连杰说 对我原来的妻子说 对不起我错了 一个是婚内出轨 一个是插足婚姻 怎么看这段爱情都不光明正大 事情在1992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年立志和赌王的感情结束 立志和成龙的绯闻也消赞掉 而她也彻底退出了娱乐圈 从1986年到1992年 六年的时间 娱乐圈各种绯闻八卦 谣言通通都结束 这之后很少在媒体上 再有立志的消息了 有很多明星宣布 退出娱乐圈 都是嘴上一套 实际又一套 有的会时不时试探性付出 有的会选择在别的地区付出 还有的会偷偷付出 立志从1992年 退出娱乐圈之后 即使有公司和导演请她 她也没有再付出 结婚后 李连杰还将自己的20亿家产 全部交给立志 只为让立志有安全感 如今的李连杰和立志 牵手22年 婚后又有两女 生活低调自在 若是问立志 为何不做赌王舞台 而是嫁给李连杰 大概是因为李连杰 愿意为他牺牲自己的全部 哪怕是生命吧 有人一生都在寻求爱 有人一眼就找到了爱 立志和李连杰 无疑是幸运的 年轻的时候 在结婚前 立志是个风流 妩媚的女人 甚至她会耍一些 为当事人所不耻的手段 她也会把李连杰 当作备胎一样吊着 在男人之间 穿插蝶舞 而一旦认定了爱情 尤其是结婚之后 她又能立马收敛自己 与过往的生活斩断联系 与其他感情不再纠纷 这个女人深知自己想要什么 又很明白 如何才能得到这些 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努力获得 那么就努力一把 倘若需要用一些技巧 那就耍 即使为别人看不起一些手段 但是她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底线 也可能这就是李连杰 爱她极深的原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